预约火爆的龙年纪念币和纪念钞 1月9号起开启兑换 当天上午 记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广安门支行营业室看到 前来兑换的民众已经排起长队 现场特别设置了兑换绿色通道 并增设了两个专用兑换窗口和一个弹性兑换窗口 今年26岁的张先生为了及时拿到纪念币和纪念钞 今天专门请假前来兑换 他说几乎每年都会预约 但是今年格外火爆 挺难抢的 反正 对 每年都会攒的 攒币嘛 然后今年不是突然有一个钞嘛 因为龙年不是大年嘛 比较火火 之前的话我们都能抢到一盒 这回只能牵到一套 我待会还取其他一样再拿个钞 你好的 好看不好看 因为那个钱也不多 每次就是陆陆续续的 碰到这纪念币就关注一下 然后到点就去抢了 发展全家 这次就是发展全家 太快了 这个抢子 可能是龙币寓意好 而且我正好守龙的 所以说我觉得今年特别高兴嘛 我也没有别的舍条 我就是自己喜欢 据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龙年纪念币和纪念钞预约反响热烈 1月3号晚间预约开启后 立刻就被预约已空 此次工商银行北京分行 承对了376万枚赫税币和320万张赫税钞 然后是1月3日的晚上10点和10点30分 进行这个预约的兑换工作 此次这个活动呢 社会反响也比较热烈 通道一旦开启呢 就很快就预约结束了 在头一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已经拉好了这个队列 第二天一早 我们进行了这个提前开门的这个工作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龙年纪念币和纪念钞的价格 比原价均有所上涨 原价值200元的一套龙币 20枚上涨至260至300元不等 原价值400元的一套龙钞 20张上涨至700元以上 专家认为 龙年的纪念币受到追捧并不意外 龙年是生肖大年 中国人本身就对龙有着独特的情怀 首先和这个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 对于龙这样的一个图腾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情感 有一种文化的链接的 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春节了 然后在这个节前呢 会有一波这个对于当年的 这样的一些纪念币纪念钞的一个 消费的一个高峰 这在网年呢也出现过 因为有了这个需求之后 那么我们说呢 就是在二手平台上面 就会有这样的玩家 因为我们说呢 就是这个纪念钞也好 纪念币也好 就是这种收藏品的炒作市场 它一直是存在的 专家表示 虽然二手平台价格有所上涨 但是长期来看 此类纪念币和纪念钞的 升值空间并不大 一波热度过后 很快就会趋于平稳 从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说这样的产品 如果说是长期持续的 这个价格上涨的话 那它需要具备一定的稀缺性 那如果供给上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稀缺的话 那么它不存在持续价格上涨的 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呢 它短期之内呢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 这个火爆的行情 但是过了这段热度的话 可能它的价格就会 逐渐的趋于平稳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对于我们的普通的消费者而言 还是量力而行 我觉得这个呢 作为一个收藏品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真正的要想炒作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据介绍 本次发行的2024年赫岁币 面额10元 材质为双色铜合金 发行数量1.2亿枚 2024年赫岁超面额20元 采用塑料材质 发行数量1亿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